哈喽姐妹们 这里是姐妹吐槽局 我又来讲专门综艺了 之前的那么多期里 都对骂好似唱rap的环节 而今天就不一样了 我们的男主角就是个专业rapper 绿姐说自己给rap哥生了个孩子 但是他不认 因为他觉得绿姐至少和100个男的做过运动 那些男的都拿着号码牌 在绿姐房间外头排队等着上岗呢 他怎么能精准定位孩子的爹 现在绿姐跑来暗头认亲 就是掺和这个rap star的身份 就是想扼钱 这次上节目 rap哥还是带着现任女友爆炸头来的 带他来的主要目的 就是为了吵架切实不说 爆炸头开场就把绿姐是个婊子 他就是想拿着孩子当饭票 天天找我男人拿钱 绿姐当然不能承认了 他不否认自己男人睡得多 但是在他怀孕的前一年 他绝对没和任何男人睡过 听见这话 rap哥在后台都绷不住笑了 绿姐更恨的还是爆炸头 女人恨苦为男女人 就是你这个贱人 天天在rap哥面前说我的坏话 他才会不信任我 他明明就是和他爹 不信咱们就上途连连看 不过咱这个实话说呀 这长相不能说是有几分相似 只能说是一模一样了 姐妹们觉得像不像呢 和这屏幕吵架哪里过瘾 主持人当然还是要把rap哥和爆炸头 请上台来当面碰一碰 爆炸头一上场 就和绿姐来了一波激情对线 俩人说的什么 我是一句都没听清 反正吵架也就是感受个气氛 这个孩子在rap哥眼里 反正就是哪儿哪儿都不像 同样的图片 他们能同时玩起连连看和找不同 也算是绝了 绿姐和rap哥靠着这张图 来了个现场battle 底下起哄的生意 比他俩豪子都大 总而言之 rap哥就是觉得 绿姐是个beach百人斩 每天摇着个屁股 谁都能睡 而且这也不是没一句的 绿姐都有四个孩子了 你看看这哪儿是养得起的样子 这不还是找个人当替款机吗 爆炸头这事又跳出来说 这孩子根本就长得不像rap哥 我跟他生的那些小孩 压根就不长这样 我所有的小孩 才是rap哥亲生的 都是大脑袋大连蛋 这有没有一种可能就是 生母不一样 孩子当然不可能长得像呢 毕竟你和绿姐 也长得花开两头 个表一只呀 而rap哥又提出了新证据 我就是知道 绿姐在那段时间 给我戴了绿帽 因为他不管周一周二周三周四 还是周五周六周日 都在鼓掌啪啪啪 原来不可在这段 为观众贡献的精彩模仿 差点没把我笑死 旁边绿姐看她的眼神 都好像在说 你没事吧 那么问题来了 这孩子到底是不是她亲生的呢 老规矩 咱们还是买丁离手 现在下注 三 二 一 公布结果 绿姐洗刷冤屈 激动了对rap哥直接上手 一周沉约得雪 那真是腰杆子都挺直了 根据主持人的后续报道 他们俩在上完节目之后 竟然还复合了 现在又生了第二个孩子 哎呦我的妈呀 绿姐这都要养五个瓦了 rap哥 咱也祝你好运吧 第二个孩子 就别来上妻子禁令节目了 好了 今天的抓毛东西就讲到这里 想看更多内容 别忘了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